有句话是说跪在坚持 做什么事都要坚持努力才能收获成果 一位外国小伙就领略到了这句话的真谛 因此他连续坚持了八年 在各种的江河湖泊中寻宝 小伙每天都会穿着潜水服 在水下开始寻宝工作 可连续八年过去 他都没能在水下收获到什么值钱的宝物 说到最多的就是人们丢弃的垃圾 但跪在坚持这句话给了他很大的鼓舞 这不这天小伙又开始了日常水下寻宝 一进到水下 小伙就看到了几条被鱼钩给钩住了的小鱼 小伙赶忙上前将其捡起来装罐 看来今晚的晚餐是不用愁了 虽然只是收获了几条小鱼 但小伙依旧很高兴 继续在水下进行搜索 漂亮的贝壳 许愿石 戈尔夫球 甚至还幸运的捡到了一美元硬币 收获不少了小伙越捡越起劲 又往水下更进一步 就在这时小伙又在水下捡到了一个保时戒指 此时的小伙兴奋不已 再仔细一看 石头缝里还有着一张银行卡 再往前看看 还有一串珍珠项链 各种的珍贵首饰 没想到一下就捡到了这么多宝物 此时的小伙都快要哭了 多年的付出终于还来了回报 满载而归后 小伙开心的回到岸上 看来这一回终于实现了一夜暴富的梦想 对此你有什么想说了呢 视频素材来源于网络 我们下期再见